锁定台是新闻台 持续带您关心 柯文哲政治现金报假账 难道早就知情了吗 现在周刊提报 监察院早在四月份时就通知柯振营 收支不符合大约两千万 那么之后端木正跟助理 才陆续虚报了916万元 好 不过今天柯文哲摇头说 他自己真的是不知情 时任靳总总干事的黄珊珊也严正澄清 强调当时监察院只有回复 资料不完整这五个字 柯批喊冤早知道旧会馆 但周刊直指早在四月 监察院就发现柯文哲大选政治现金 收支不符约两千万 通知要求补证 怀疑科办高层根本早就知情 恶意犹曲灭造事实 系统在四月八号告知不完整资料 里面没有一句话说 你们的支出差额两千万 监察院在四月八号发现 柯文哲政治现金申报资料不完整 就以系统退回 黄珊珊秀出时间轴进一步询问 监察院只告知收入和账户金额都不拢 没想到会计师竟然自行调节 不管我是什么身份 我都会负责到底 我绝对也不是一个恋战的人 不怕被开闸接着黄珊珊亲自到中评会说明 擅传柯批力保三生 结果端木正跟李文宗根本联系不上 目前联络不到 我们但是有发通知给他 也许他等一下就来了 中评会是蛮公正客观的 对不会受其他压力影响 但议员名嘴还仅咬金华成容积案 李正浩再报黄珊珊跟柯文哲当时参与了三场会议 就像火箭推进器 陈琴案副本更直接送到黄珊珊手里 金华成到底有没有额外的去找过你 跟你陈琴 我是在及时长 我们会接到很多很多的陈琴 去转到相关的单位 我也不会处理 因为这不是我的分管 家丈和市府任内争议 各界可没有要 轻轻放下 记者还原王伟成李明洪 太波动